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周二给大家准备了些什么新款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血缩的针织裙 就我身上的这一件 其实里面是一个假两件 就好像我穿了两个针织衫一样 它整个面料里面用的是一个三处穿的材质 就里面是滑面的 它外面是这种有一点针织感 所以它贴肤穿的时候是凉的 再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雅致的一个连衣裙 我们最怕的就是衣服有点在一起 然后没有外面人才起来 这件衣服就是属于衣服台人的那种 它穿到身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骨架是被抬起来的 因为它外面是增加了这个明线 肩线其实是有一点点往下收的 但它肩膀这边坐得很平 这种大裙子肉全部藏在里面 看家侯动的这个衬衫 我每次一穿大家都会问说这个衬衫还有没有用 然后你看就是优雅的刚刚好 然后又有点精致 如果你是像比如说要喜欢搭牛仔裤或者是脚 简单的就是搭一个裙子的话 这夏天的时候搭蓝 然后再来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针织衫 一个是蓝白条纹的针织衫 然后下半身我们就直接搭了一个粉色的裙子 这种状色本身就会比较精致的优雅 接下来这个针织衫我就想到了樱桃或者是王妃他们会穿的 之前樱桃不是有一个很粗篇的那个造型 就上半身是一个很紧嫩的针织衫 下半身是一个火腿裤 它就是这种类型 所以我下半身就是直接搭了一个红海裤 你就会看起来整个人是那种很薄 但是很有型 它还有一个黑色 然后这个黑色因为吞到去整个人比较薄身 所以我们下半身就直接给搭搭了一个硬花裙 还有两个粉身 其实这个就会比较简约一点点 然后我们下半身 之前不是有一些女医 选了我们的这个裙子嘛 你就可以跟它这么搭 面料不会像那种针织那么难打理 但是它的这整个纹理感 会让这个白色的T恤比较更贵 最后一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偏短款的那种衬衫衣服 它就会让这个衬衫有一点多亮 就能把肚子给它多击 那么多衣服 我们这周二早上八点钟 直播间见了 我们下半身就能够走 二手底下呢 我们下半身就能够走 我们下半身又要把创線 我用快走 我们下半身就能够走